近年来,东莞警方已经加强了对涉黄场所的查处取得明显的成效 但今日,我们接到了东莞东城区合口村的居民爆料说 说当地一个涉黄场所就开在这个村委会的附近 开了几年都没有人敢管 被举报的黄色场所,名叫做合口影剧院 距离东莞东城区合口村位不够10米的距离 门口还似有保安亭 记者走入戏院的临街广场 里面是摆满了各种色情画布 台阶上面坐着几个衣着裸露的女子 大批男士在等候入场 聊亮的广播声音更加是几百米开外都可以听到 从告示牌可以知道 色情表演时间自在中午3点和晚上7点半钟 有准备入场的爱来工表示 这个色情场所基本没有人来查隔 在这位热心观众的指引之下 记者在入口处 向一位白衣员工纠纳了25元的门票 入场之后,发现戏院里面光线昏暗 空气运续,三位红衣女子上台跳完热心舞之后 一名紧紧穿着内衣的女子就登台进行色情表演 这个时候,现场广播开始警告一番 可以见到内衣女子边跳舞边脱衣 最后甚至是趴在台前和观众进行互动 整个表演大概持续了一个半钟头 内容相当人悔 报料人说,他们之前试过报警,但是没用 不,但是都会通知的 一拉警报,他们就往旁边跑了 这个很明显的 我之前有报过警的跟他们说 我说这个不应该拉警报 应该有便衣之类的去查 他们没有这样子做 直接是这样子开警车来的 谢谢大家